接下来就到了各位最期待的部分了 我们今天的活动直播的惊喜嘉宾即将空降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Belly全球品牌代言人王源 欢迎小元 哈喽哈喽哈喽 这边请坐 先和大家打顺招物吧 大家好我是王源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 好的 小元状态非常好 就像大家说了一样很帅气 先分享一下今天的穿搭吧 好好好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我今天身上这一身穿搭是来自Belly2024春夏系列的 在里面呢 选用了一件 选了一件白色的Polo衫 然后很简洁 这里有个小logo 然后外面搭配了一件皮衣夹克 然后对 现在的天气其实很适合这样叠穿 穿起来也很舒服 然后下面配了深蓝色的裤子和一双船鞋 是 对 这样整体搭配 其实我觉得是舒服 但是也很有那种摩登的感觉 对 如果不是小元这么穿搭 其实我不会想到说里面Polo衫 然后再加这个皮衣夹克 因为传统上大家会觉得说 有两个领子可能会有点这个不舒服 或者是叠穿起来不好看 但其实小元这样穿起来 对 其实完全没有 对 很舒服的 而且很贵气 很帅气 然后呢 这件夹克其实我之前彩排的时候 我特别想穿 然后对他们说是那个小元同款 对 他的那个版型特别好看 对 然后就是穿起来之后 尤其是肩部这边 会特别的硬朗 显得整个线条会特别好 是的 所以说会在我们的经典风格当中 同样凸显大家这种摩登的气息 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叫做心动后场 所以说大家刚刚很多人都普通普通的在心动 在我们直播当中守候小元的到来 我当然相信让大家心动的是我们的belly 也是我们穿着belly的小元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小元好好的在直播当中和大家分享聊天 同学我们也来聊一聊belly的穿搭图件 好吧 没问题 好的 那在正式开始分享之前呢 我们先来聊聊天 小元是belly的全球品牌代言人 参加过很多的品牌活动 是的 就是我有时候出国出差旅行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小元的广告 在机场 超帅 超帅 然后呢 之前也参加过2024春夏系列的大秀 还有我们的品牌晚宴嘛 对不对 然后很多特别好看的路透 能不能先分享一下小元和品牌的渊源 哦对 首先其实我觉得是很感谢belly邀请我来当全球代言人嘛 嗯 其实在之前我自己就很喜欢belly品牌的产品 包括鞋子包 然后还有帽子这些单品 我是觉得belly品牌的设计是兼具了经典和创新 嗯 然后同时也兼具了很舒服 所以这些是很打动我的地方 是 经典创新很舒服 嗯 其实简单来讲 我觉得品牌跟小元也算是双向奔赴 因为其实品牌给到我们的感觉 就像是每一次见到小元一样 很舒服 嗯 很踏实 然后呢又会有新鲜感啊 所以说创新和活力 这也是品牌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感觉 嗯 嗯 我相信小元自己应该有很多很多belly的产品 哦 是的 分享一下哪一个单品是你使用率比较高的 嗯 当然我很多衣服我是每天都会穿 基本上每天身上都会有几件belly的单品 但是如果说 一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样使用率最高的 我觉得是包 包 尤其比如说在读书的时候要带很多东西 对吧 然后有这个包包在 又能兼具容纳 然后呢又能给一身的衣服有一个很好的点缀 是的 是的 那究竟这个包包 小元会怎么样去利用 那包里面又会装什么 稍后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个开包环节 嗯 我们期待一下 好不好 那其实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小元呢 在去年的时候参加了belly2024春夏系列的时装秀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了很多有热搜 然后大家有发出这个照片 在里面玩的也特别开心 对对对对 能不能再回忆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在米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这是Simonie担任belly的创业总监之后推出的第一个系列嘛 所以能够去现场亲自看到belly2024春夏系列的这样一个新品发布还是很有意义的 是 然后也觉得很开心 但当时我的感觉是无论是绣场的布置还是新品的设计都能够感受到Simonie的创意 然后以及还有很多很多吸引我的地方 也和在秀场也有很多的老朋友见了面 所以都玩得还挺开心的 对 而且当时看到很多照片就感觉小元真的是这个贵公子的即时感 然后在现场穿梭在这个名利场当中游泳有余 然后呢其实这次大秀很多地方都很吸引你 对不对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像一走进秀场 秀场的布置首先就很吸引人 那秀场的布置也很有瑞士的风格 比如说在秀场的中间的花园 很像是瑞士的自然风光 那四周的这个秀道又很像是都市的感觉 所以其实就它特别好的把自然跟这种都市融合在了一起 是的 很多元的面貌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在就是在这一季的产品上面也是延续了belly很多的经典的设计 是对 但是在产品的细节上其实融入了很多的来自音乐艺术文化上面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像鞋子上面会有的锚钉的元素啊 然后就是这些就这种传承和创新共同展现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吸引人的 天呐不愧是我们的全球代言人说的非常到位 因为就是其实这种艺术气息是很浓厚的 我相信如果大家对于瑞士文化风光而我所了解 就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我们大修的用心 包括刚刚提到的锚钉 其实就跟摇滚音乐是有很契合的部分 那这一次呢也是我们的创新总监Simonie的首次的担当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自由的探索 包括我们这个瑞士当地风光的灵感所在 那本季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关键词瑞士的真理之山 这也是我们品牌呢其实重返了20世纪 瑞士阿斯科纳的乌托邦社区 所以说我们把灵感聚焦在了当时 比如说自由创作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知识分子他们所打造的这种思维的浪潮 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和文化的革新 当然这次新品当中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包带 当时在现场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包 我记得有一款Backet系列的邮差包 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他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一位爱尔兰的戏剧家和诗人 塞缪尔·贝克特的 所以就是还挺有就是挺有就是就是他从艺术家的身上 然后吸收到这种灵感 然后把它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在包上面 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就让这个包变得没有那么简单了 对它不再是一个配饰它可能背上去之后是这种文化的流淌 所以说甭管咱这个到底这个学到没有没有这个文化 但是在最起码背到身上之后这种气息 对不对让人感受到了 当然了咱们刚刚也分享过了无论是文学元素也好 还是说卯丁让我们带来这种摇滚音乐代表也好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次大秀的一些用心和细节之处 那大家也分享到了就是对于包包很感兴趣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直播当中共同来分享一下 小元跟包包的这种故事和关系 平时使用包的频率多吗 基本上是每天都会用 因为有时候出门在外总是得带点东西 所以说包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小元有没有自己特别钟爱的 比如说你喜欢背双肩的鞋跨的还是说手拎的 会有自己的这种习惯 其实我有好多 都有 对因为我平时生活的话 其实我是拎一个手包 然后像比如说出短拆 我是会背双肩包 是 那所以说其实不同的场景可以搭配不同的包 然后呢今天到底小元背了什么样的包包 我们就来一个这个全网翻包大挑战 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地上小元的包包 哎呀好看的 好看吧 好看好看好看 是的 然后对 这个就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不是一个白色拖特包 它容量很就大家看到 很大 它其实很大 对 其实你装东西就是还挺能装的 对 像我平时比如说出差一天或者是甚至是短途旅行都是可以带的 是 然后它的设计也非常简约 然后百搭 嗯 对 其实这款我们的Easy Belly 托特包呢 在大秀的时候就让大家眼前亮 人气特别高 对 然后它其实是这种皮革的材质 是的 嗯 就摸上去之后很好软 对对对 很好软很舒服 然后呢质感也特别好 然后前面这个图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这次我们的关键词叫做瑞士真理之山 嗯 那其实也特别好就呼应了品牌和威力塔山基金会合作开展的一个慈善项目 嗯 所以说其实背在身上意义和分量都蛮足的 嗯 然后前面有一个这个 对一个小挂 对这个其实还挺特别的分享一下 大家先听一听 哎呀 对这就是一个BELL的吊饰 是 它是一个大家能看到是一个很精巧的像一个牛铃的一个设计 然后里面有一个小锤 嗯 然后外面是用皮革包裹上面的 然后这里大家仔细看到还有BELL的徽章 然后红色吊坠就是点缀在白色的包上面也是也是很好看的 嗯 是的 这个叮叮起来感觉叮叮猫 对对对 挺特别的一个物件 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说到牛铃 是因为它其实是瑞士山景的一个很标志性的元素 嗯 然后呢 其实跟我们的品牌的起源和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嗯 包括其实牛铃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 啊 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造型感还是它的实用感 其实都很好看 是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包包也很浓装 嗯 所以说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的小圆到底包包里面带了什么 啊 好 我们就来看一看 好的好的 嗯 首先就是这是一个卡包 嗯 卡包这个是因为现在大家出门其实不太会带钱包 是 对 其实这个卡包就很方便 因为在里面放一些证件啊卡 然后放一点零钱就随时就很方便出去 哎 这个很好看 前面还有一个我们的小小的这个logo在这边 对 嗯 这个很好看 嗯 是 好 第一个是卡包 对 然后呢 嗯 然后就是一个包里的帽子 嗯 这个帽子就是平时我会戴在包里面 然后想戴的时候带 比如说嗯 不管是从造型搭配啊或者是你去一些地方很晒 带上帽子来防晒 都是实用性很高的一个单品 是 所以我就经常会放在包里面吧 对 嗯 而且帽子其实也是小圆在这个平时po 社交平台当中很出镜率很高的单品 对对对 是的 嗯 然后就是我的两个手机 然后对 一个是我生活用的一个是我工作的时候用的手机 嗯 就这个手机里面是存我的账号 是 社交平台账号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怕我手滑点赞什么的 所以我就专门会对对所以我专门用一个手机来工作 嗯 这个是真开包了 咱真的只两部手机在里面 对两部手机 然后没什么了就是还有个耳机 就是平时旅行的时候听听歌嗯 就比较比较简单 嗯 哎我刚刚偷瞄了里面还有一样东西 还有 还装了各位粉丝们 对对对对 对啊 就随身携带大家啊 对 好的 我相信其实呢 呃在包包当中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很多日常所需 所以有一个很好很称熟的包包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当然了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会把包包当成自己的这个 随身携带的工具也好 或者是一个装饰品也好 他其实也是一个很长期陪伴的角色 是的 因为有的人很长情他的包包真的会用很久 嗯 其实可能上面有一些褪色或者是褶皱 但其实这些都是岁月和时间赋予我们的色彩 那当然其实包包不光可以适合 自用 只是买来送给朋友 送朋友 也是很好的 对是的 嗯 好的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今天呢无论是自用 还是说送人都可以挑选到成熟和喜爱的包包 是的 探索完小圆的包包过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一聊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了 嗯 就是有很多好消息要到来了 对对对 先来分享一下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其实就是在忙巡演的巡演的一些相关工作了 嗯 对 嗯 因为要开一场巡演 其实前期有很多要准备的事情 对 所以大大部分就是这个 是 然后我相信大家都哇 期待起来了 隔着屏幕都听到大家的声音叫了 嗯 因为其实小圆的演唱会 我是看到很多人会把它列为自己就是一个人生清单 哦 这么这么 对他们会想说哎 我2024年的一个人生目标是想要看一场小圆的演唱会 嗯 所以说这次主题还是客厅狂欢 对还是叫客厅狂欢 然后那这次其实我是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分享一下 希望他们像在家里面一样轻松自在 哦 轻松自在 所以说大家来看小圆的演唱会是不用有任何的 是的 负担 对不对 所有的情绪在这里都可以接纳 都可以得到最好的回应 嗯 上次巡演呢 其实去到了上海广州 重庆 对 然后呢 大家都一犹未尽 嗯 想要继续狂欢 啊 这次城市上怎么安排 对我们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尽可能多的在不同的城市跟大家见面 所以后面的消息大家在等等我们 嗯 好的 其实我相信在演唱会当下应该是非常爽的就做完一场演唱会 对 对吧 在舞台当中 那你认为最享受和最美妙的时刻会是什么样子 最好就我觉得最美妙时刻其实是跟观众一起合唱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跟观众的距离更加的被拉近了 在一首歌里面你们触碰到了彼此的灵魂 是 这个会很很让人感动 很感动 嗯 所以说是大合唱的时刻 那这一份感动其实也是粉丝和小元的一种双向奔赴和共同完成的 嗯 那其实想象都能够感受到那个当下应该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嗯 那现在每一次比如说登台或者是要开演唱会的刚刚上去的会紧张吗 还是会的 其实还是会 嗯 因为我觉得保持一点紧张感是在演出 演出这个事情还是很必要的 嗯 因为你如果不紧张就相当于你对演出没有敬畏 是 没有敬畏太放松就演不好出 对 所以其实还是始终要对舞台保持敬畏之心 是的 然后呢 用力最完美的去完成每个舞台是的 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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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除了有我们的大家非常期待的我们的客厅狂欢的巡演之外发了新歌 对啊 英文单曲嗯 介绍一下吧 呃对这首歌叫fingerprints就是呃 不知道怎么介绍就是希望大家去听嘛 嗯 对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在现场就是听到这个清唱版本呢 嗯 其实其实我今天嗓子远不舒服但是这样吧 我本来我想唱但是我今天嗓子没有那么舒服 所以就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好消息 哎 可以可以 一个换一个 嗯 所以就也后面还会有新歌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可以 然后呃 因为今天嗓子没有那么舒服 所以下一次 希望在演唱会的时候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来唱给大家听 嗯 小元一定要注意身体好不好 就是我相信一定在非常的密集和繁忙的准备我们的新歌和演唱会 但是要好好地注意休息 对 然后我们也期待后续会有新歌 嗯 跟大家见面 对 是 大家也得注意身体最近有有点容易感染 嗯 但这个巡演应该是能听到刚刚我们分享到的 巡演肯定没问题 哎 巡演是在能听到的玩家 对对对 好不好 期待一下 嗯 那其实一般的巡演或者是这个呃演唱会可能都是从夏天会开始 对对 然后呢大家也会在里面哇非常嗨 夏天如果说大家要去看音乐节或者是演唱会 嗯 小元你觉得应该怎么样穿或者是你会怎么去穿 哦 我觉得呃首先是舒服为主 舒服 因为有时候呃演唱会排队进场 或者音乐节有时候会站着 嗯 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觉得舒服休闲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看看季节吧 就是像马上天很热的时候 我觉得是浅色系会比较呃好 浅色为主 然后这样的话人看起来也会更加轻盈一点 是 活力一点 嗯 尤其是夏天到了其实我觉得身边的颜色已经很多了 是的 很丰富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穿的稍微轻盈一些 是的 浅色系为主可能就可以更好的去融入到周到的环境 对对对 嗯 所以说舒服休闲的衣服再加上浅色系的服饰 这样加起来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看演唱会和巡演的一个风格 嗯 那其实这种风格恰恰就是我们Belly2024春夏系列所被呈现出来的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有准备了几套 我们提前搭配好了我们跟小元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的 好不好 嗯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的第一套难说的look在这边 这一套呢其实上半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选择到的是一件白色的T恤 啊作为内搭 那外面呢选择的是黑色的皮革马甲 这个马甲其实小人之前 520大编啊有出现过 当时就有很多人说哇好看好看 然后下身其实是这个浅蓝色的牛仔裤 嗯 啊其实这个颜色牛仔裤也是不会出错的 是的 是的 很百搭 很百搭 基础简约 那鞋子的部分呢其实也是Tennis系列啊 我们的低帮运动鞋 我觉得这个也是男生必须鞋柜里的用 永远不会出错的鞋子 对 然后呢鞋面的图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Belly的条纹 突出了品牌的革新 那配饰部分啊 其实大家呢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有包包 或者说我觉得这一身戴个帽子也好看 对戴个帽子也很好看 嗯 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 包括其实刚刚我们这个开包开出了这个帽子 我觉得也蛮搭的 是的也很漂亮 嗯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需求去搭 嗯 我觉得整个这一身真的还挺酷的 对我觉得在时尚的呃 这样元素中还要搭配着一点点复古 然后穿着也很舒服 对 我觉得是很好的 而且整体是很清爽很舒适的 嗯 对对 就如果春夏看到这样的男生在街上真的很容易会被搭讪 就觉得哇 是的 酷酷的 有态度 同时呢又很柔和 没有说很巨人千里之外的感觉 嗯 其实这件马甲当时我20大片的时候就有很多女生在问说 哎女生是不是可以穿呢 嗯 当然啊 男女都可以来穿 是的 我们让男生可以把马甲换掉 给到女生来试一下 我有点期待女生上身的感觉了 是的 就是这件衣服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然后穿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女生穿也是很漂亮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创业总监 Simon 他想给到大家的一种感受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 其实男女生在衣服方面其实真的是可以互换的 是的 嗯 哇 女生穿又是一种感受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很酷哎 很萨 对 你看瞬间眼神都变灵灵了 对对对 刚刚可能是温柔的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有点甜辣的感觉了 是的 嗯 而且就是这个他的那个肩膀的部分 其实会稍微往外延展一点 往外延展一点 会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 对 然后比较挺一点 嗯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春夏穿成这样的话 出门的时候感觉自己也会哇 很不一样 是的 有态度 有风格 啊 那包括其实女生不光是我们的这个皮夹克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她整身呢都很优雅 上衣呢其实是这种 有点像这种 淡黄色 嗯 淡黄色黄大地色的这种色系 是的 然后呢其实再加上我们的这种蓝色的裤子 这也是现在很多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的身形 其实是会有很好的这种上下呼应 是的 然后呢鞋子的部分我觉得蛮好看的 是这双白色的玛丽珍巴黎舞鞋 嗯 啊 这个巴黎舞鞋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舒适度很好 而且其实造型感也很好 嗯 嗯 就显得女生非常的优雅和温婉 然后呢这个包包 我们也请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这个包包我觉得大小也刚刚好 是的 就是大小失踪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Olam的翻盖包 然后呢制作非常的上乘 然后呢它的包包亮点是在于 它有一个矩形的扣式 这个灵感也是来自于我们品牌非常重要的Belly的条纹 也是我们New Belly的创新的部分 嗯 然后呢整个的金属扣 然后呢也非常的时尚和点睛 对 当然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搭配另外一款就是亮色一点的包包 亮色一点的包包 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对 呃 现在可以拿一下那一款 我们可以换一下 试试看 黄颜色的包 其实在夏天有一个清凉一点的相当于亮一点的颜色 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对 眼前一亮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包 如果换成明黄色的哦 哦 很不一样了 对 而且这个黄色它不是那种很跳跃的黄色 是的 你看它跟这个黑色的这种马甲 还是非常的呼应和适合的 对 突然就感觉即使这个女生酷酷的 但是它也有非常优雅和温柔的意味 是的 而且两个包有会呈现两种不同的感觉 可能黑色的包会更加的酷一点 黄色的包就是会更加有活力 黑色会更加的稳重一点 是 对 而且其实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我们黄色的包包 很多人会觉得说会不会难搭 那其实不会 你看刚刚我们黑色的这个马甲是OK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你穿的是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它也是很OK的 是的 其实我觉得它的适用的长期很多 包括其实如果春夏过去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颜色放到秋冬季节 嗯 一样是很百搭的 是的 所以说你看没看 这一个包包一年四季都可以背 都可以 十穿度 十背度 都是非常好的 稳重 又优雅 同时增加一点点小小的活力 那我们就先请两位休息一下 那刚刚的通过模特的演绎 我们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就是我们的这一次 其实比如说鞋子有不同的颜色 男女都穿 那包括我们这个黑色的马甲 男女也都可以来穿 这就凸显出了我们Belly本季 为大家展现出的二元性 也就是说呢 它模糊了性别的边界 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是的 男生也可以有一点点小甜甜的 小俏皮小活力 那女生同样也可以很酷很洒 是的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可以都去挑选 嗯 对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准备了一些快动快答 都是大家想知道的问题 好的 好的 我们就做好准备 嗯 好不好 来 快动快答 第一个问题 请透露一下演唱会 值得期待的部分 哦 惊喜 惊喜 其实 我觉得都值得期待 好的 我们来到 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Belly 哦 我想一想 嗯 传统手工艺 嗯 现代审美 然后还有舒适 舒适 嗯 非常精准 传统手工艺 现代审美和舒适 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成衣 比如说皮衣上面 是的 对不对 像很多很多细节都能看到 对 包括其实我们的鞋子包包上面 都有很多我们传统手工艺 带给大家的这种降薪精神 是的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这辈子不能放弃的三个事 哇 这个很难 就是我觉得家人朋友 然后可能还有音乐吧 音乐 自己的事业 是 好 接下来第四个问题 分享一个最近学会的技能 最近学会的技能啊 嗯 这个 有点难 我想想 想想 嗯 嗯 就是可以快速入睡 然后也 对 然后也能够 超级熬夜 也可以 啊 就是可以切换 对吧 就是我也可以一秒入睡 对 我也可以超级熬夜 也可以超长待机 对对对 哎 为什么 就是一秒入睡这个技能是怎么盖得到的 就是因为超长熬夜之后 我都扛不住了 像一秒 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这个归根结底还是太累了 注意休息 有 在工作会比较累 嗯 好的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听我们粉丝来问一下 什么时候 要 可以发这个18光格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本来我就不爱发照片 我尽量嘛 然后在 在不久的将来 嗯 在不久的将来 再尽量 好不好 好的 那各位呢 如果有什么想要问小圆的问题 同样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 跟我们多多来互动 嗯 今天呢 关注我们的直播 可以参与到我们右上角的礼物派送当中 会有不定时的单言人 惊喜签名照 嗯 为大家随机发放 好 好不好 赶快关注起来吧 嗯 嗯 那前面呢 其实我们有分享到 大家都很期待小圆的演唱会 嗯 然后呢 也很期待我们的这个小圆 未来的一些音乐方面的动向 嗯 其实我相信这些都是大家对你的爱 嗯 嗯 小圆应该感受到了 就是大家真的一直在关注着你 围绕着你 对对对 嗯 因为很多时候除了你的家人朋友 这个是 很离你物理距离是很近的 但其实我其实这么多年来 收到很多很多来自粉丝朋友们的 支持和喜爱 嗯 就嗯 就就我觉得说 嗯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见过面 但是也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是他们就真的像遥远的朋友一样 一直在支持着我 支撑着我 没错 所以我真的感受到了大家的这种 对于小圆的关心和关爱 当然其实这种仪式感 我们在每一次活动当中也都能够感受到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同样也在社交平台当中 征集到了大家对于小圆的祝福 和留言 嗯 那在这边 我们就来随机挑选两位 好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没问题 好不好 那我们就让小圆来读一下 好的 猜度这个吧 好的 来听听 看看 OK 大家想要对小圆说的话 这个人ID叫做831圆眼泪啊 他说音乐就是我孤独时刻的陪伴没有之一 所以每每提起音乐或陪伴关键词 总能想起你与你的音乐 也常在心底怀着无尽的感谢遇见 感谢你的音乐陪伴我孤独的每个瞬间 也陪了每一个听众 嗯 哇 我觉得 谢谢这位朋友吧 嗯 我觉得我很欣慰我的音乐能够给你陪伴 给你力量 我也争取 之后再多写一些好的音乐 然后也不辜负你的期待 嗯 是 这个 我觉得其实音乐如果能够给到大家力量 是一件很 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嗯 因为其实我也特别爱听歌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同的状态下 我们听有力量的歌曲都会给到我们 很振奋人心的 是的 鼓舞的力量 嗯 是的 是的 所以说也再次感谢小圆 用她的音乐 给到了我们这种力量 啊 也相信 屏幕前的这位一定收获到了小圆的回应 嗯 我们再来看下一封 好的 我们再看看 这一位 这一位 这个朋友的ID叫十三玉你 他说小圆 生命长有雨 我反复被淋湿 我是个感性的大人 大大小小的情绪 经常吞噬我 我站在雨里撑着伞 你的每一首歌都会让我躲雨赏雨 然后看到彩虹 虽然生命长有雨 但与你一起我也愿意 谢谢你 谢谢你的歌 谢谢能和你一起 也谢谢你唱到了我的心里 哇 他写得好好 对 我也很感谢你 就是感谢你喜欢我支持我 嗯 陪伴 嗯 就是我觉得陪伴有时候 真的很重要 那一刻瞬间都可以被你治愈 嗯 然后我去年还看了我那个 年度他会有一个听歌的榜单 然后呢有追太阳 还有奔赴这一场流影 啊我们的礼物盒 给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份 我们可以先放在前方 好 好 第二份 啊 这个礼物盒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 白礼2024春夏系列的草莓T恤 嗯 这个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嗯 小燕可以拿起来给他看一下 天 这个感觉 瞬间就是夏天到了 对夏天到了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草莓的这种 它有点这种涂鸦的感觉 嗯 它不是那种 公公整整的一颗草莓 是的 所以它其实你在穿上身上之后 对 会有慵懒和随性 是的 而且有艺术的感觉 对 嗯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 2024春夏系列的草莓T恤 签名 稍后我们送给大家 好 好不好 来 那我们 我拿一个 好 这个 垫在这边垫一下 对对对 垫在这边垫 大家呢 一定要关注 啊 稍后呢 我们会在 出播当中 把这份 惊喜送给大家 不是 现在炒草莓上面了 可以 甜的 甜甜的 嗯 好的 好的 我来给大家展示 然后小元可以 签第二个 嗯 这个就 给大家来看一下 啊 这个是我们 签名版本的 百里2024草莓的T恤衫 好了 签完了 好了 嗯 这两颗这个多汁可口的草莓 然后呢也签上了小元的这个签名 嗯 也希望大家在春夏都可以享受到多汁可口 充满活力的夏日感觉 是的 好的 来 那我们就帮大家先收好 对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前方桌上陈列的也有很多我们草莓的元素啊 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盒子给他盖住啊 嗯 到底谁会收获到我们的这个礼物盒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好不好 好的 好嘞 很细心的小元 来这边我们先把礼物交给大家啊 来稍后为大家送出 时间也过得很快 今天分享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单品 还有一些传达的图鉴 当然也分享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近况和音乐 那最后还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 嗯 我觉得首先很感谢Belly邀请我来到这里 能够有这样一段时间跟大家沟通交流 跟大家分享我的近况 嗯 也跟大家分享我眼中的Belly Belly一直是一个在不断换新的品牌 而我也想和Belly一样就是去尝试更多的新的领域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Belly 嗯 多多支持Belly 当然也要多多支持小元 嗯 然后这个也祝福各位一定要这个抢到 好不好 祝大家抢票顺利 嗯 好的 那今天呢很开心小元来到现场 当然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特别好看的单品 是的 比如说呢我们刚刚在这个开包开出来这个 这个帽子 哇 嗯 这个帽子我一会一定要试试看啊 因为我觉得前面的这个 学院风很多 嗯 它又是一个现代的棒球帽 嗯 然后又有复古的感觉 就融合的会很好 是的 然后包括我们开包出来这个卡包 对 嗯 然后包括前面的其实还有很多我们这一次跟草莓相关的元素 嗯 而且其实大家可能会想到一般草莓可能是这种比如说像纸贴印上去的这种单独的 但其实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钱包 你打开看 它是整个覆盖上去的 是的 它是永远就是给它印上去的 对 所以就像是一幅画一样 对 啊 徐徐展开 那这种生命力和活力也在我们的这个单品和配饰当中 全部为大家展现出来了 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创意总经 SIMMY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 啊 所以说那也希望各位 未来呢可以像我们的Belly一样 活力满满啊 永远创新永远突破 就像我们的小元一样 热爱生活 热爱音乐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亮 那未来 是的 我们就祝福小元越来越好 好不好 然后我们的巡演顺利 也希望大家呢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继续承承发光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的 希望小元和大家说再见 辛苦了 拜拜